两个女生之间的恋爱 青春又美好 给人以美的享受 很多时候发糖比男女之间还要厉害 因此很多猛男都直呼百合大法好 今天博物馆给大家推荐一下 2000年之后的百合番 一天五步不看血亏 赶紧收藏 第五步 安达与岛村 两个逃课的少女在体育馆相遇了 此后他们经常一起逃课来这里相聚 有时打球 有时聊天 或者什么都不做 体育馆的求是成为属于两人的小小天地 但他们逐渐发现 彼此那份刚刚好的距离正在发生变化 满意的文艺气息和细腻的情感表现 若即若离的气氛让人心中发痒 第四步 终将成为你 即使擦肩而过 你也要保持你的样子 充敬恋爱的少女 却从未体会到心动的感觉 本以为自己不会喜欢上任何人 上了高中后 她却被自己的学姐告白了 虽然还是没有感觉 但少女却无法拒绝学姐的撒娇 百合题材中的天花板 从相识相知到相恋 经历的一切都是让彼此的心 慢慢靠近的过程 第三步 菅菊味香气 菊里菊气这个梗 就是出于此番 讲的是 看似拉妹 其实无比清纯的少女 转型后 无意撞见自己的班主任 强伟学生会长 而这个学生会长 正是自己新家庭中的异媚 之后少女 主演被异媚的言情吸引 两个性格相反的女孩 成为了恋人 虽然也有发唐 但看起来并不轻松 开局更是给观众一颗大雷 第二部 荔枝与青鸟 这部是以惊吹 作为基础的动画电影 与惊吹的着重点不同 她更倾向于感情描写 讲述了两个吉祥毕业的少女 共同演奏荔枝与青鸟 但本该是好友的两人 却因为演奏无法弃合 产生了距离感 最终也只能顾盼相望 各付前程 文艺 青涩 细腻 又隐含 淡淡的哀伤 至于两人是否产生了爱情 就不得而知了 第一部 英翠克 最特别的好友 该如何对待呢 升入高中后 少女很快和周围的同学 打成一片 但自己的闺蜜却因此吃醋了 为了证明 闺蜜在自己心中的特别地位 少女决定与她做一些 不一样的事情 各种秀恩爱 每一集都有亲吻的镜头 不过两人的感情方面 刻画的比较保守 属于较为硬核的清白